我们来看到台股上周五没有受到美股下跌的影响 分析师曾延运就表示 台股当日最低点是8,577点 仍然是在月线之上 所以他预估台股指数盘档 这个震荡盘间可以锁定个股操作 而他建议是避开领先跌破月线 而且反弹失败的弱势股 同时要留意在第一季财报公布之前 投信基金任养的电子股 更多股市焦点 我们来看经济日报今天的就事论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ave这个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en daw次继续工计算 得更好 明天cked 如早 Luther 陪在月